請你跟我這樣做 好 歡迎大家一起來 好 歡迎大家一起來 請你跟我這樣做 走一走 甩甩手 彎彎腰 轉轉頭 健康口訣要牢記 好 歡迎今天的來賓簡 文綺老師 學子學弟快快樂的做運動 妳就沒痠痛 算了 另外是我們中醫師馮彎老師 大家好 教你八招揉揉手 讓你健康更長久 期待 接著歡迎我們的文綺老師 大家好 這是鋪提子 能夠告訴你怎麼用保健最好 好 謝謝老師 也請觀眾朋友還有我們專家 跟著我們塔安的教練 黃綺老師一起來動一動大健康 再跟著我動一動 我們剛剛已經熱完身了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半蹲起立轉體 首先我們先做六次的熱身 想像你後面有一張高腳椅 稍微往下蹲坐就好了 不要蹲太多 膝蓋腳尖記得對齊 胸口打開手肘朝向後方 慢慢再上來一次 然後記得保持呼吸吸氣下 吐氣上 對 保持挺胸 好 我們感覺到 全部有往內夾動作 再來三 吐氣上 四 吐氣上 五 非常好 請再跟著我做兩次 蹲低 對齊你的膝蓋腳尖 慢慢上來 全身啟動 轉向左邊 對 非常好 請再跟著我做兩次 蹲低 對齊你的膝蓋腳尖 慢慢上來 轉向右側吐氣 再慢慢回來 最後一次 下蹲 上來 吐氣轉左 非常好 平常在家裡多操作 八到十下左右 會讓你身體更健康 接下來我們交給主持人雅芳姐 謝謝 謝謝Timely 非常好 捷老師 最近大家請坐 捷老師你剛剛好像蹲著 我們都快要看不到你了 你是深蹲 對啦 現在很流行深蹲 對喔 現在是很流行深蹲 深蹲是對我們的 股四頭筋 下盤的基地很重要 就是保護我們的膝蓋 而且也可以預防 退化性的關節炎 好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擋咖擋去 好 大講堂來了 不過在我們進入主題之前 我們還是要請觀眾朋友 再來收看我們的電視同時 別忘了 我們的手機也是可以同步收看 那麼上我們三立新聞網的網站 就可以線上直播 同步來掌握健康最新的資訊 而且今天有兩位老師要出題 出題啦 大家說出題沒有對不對 出題要考大家 等一下如果您猜對的話 知道答案趕快把它寫在 我們讀者留言區 隨手要送給您好書帶回家 隨時隨地對不對 把它看它千遍不厭倦 對不對 而且可以致痠痛 同時揉揉手就可以 應該說長命百歲 對 健康更長久 對 我們講的這個投資市場 如果有性人是擋咖擋去 真的是很傷腦筋 但這個動手動腳 對我們健康來講 是件好事情喔 你要活就要動 而且終於說痛則不通 對 痛則不通 那在痛的時候 就是表示你傷腦筋 對 全身的經絡不通 對 所以你一定要動 那剛剛的菩提子 又可以幫助我們是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要請張惠美老師告訴我們 張惠美老師今天穿的服裝很特別 大家知道嗎 他除了是營養師之外 老師啊 您竟然是太極拳 是太極拳教練 太極拳教練 太極拳教練 哇 厲害厲害 老師 今天有人要幫你PK 好 我們先有請簡老師 簡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久坐不動 當心我們這個病痛早上 我剛剛看從頭到腳 有的應該比這還嚴重一點吧 還嚴重 因為現在我們說 椅子殺人事件 椅子會殺人的 椅子 因為那個溫啟邦教授的研究說 你每天只要坐超過六個鐘頭 會短命二十二分鐘 真的喔 幾乎死得越快 幾乎 現在3C 這就是說大家都久坐 一目眼對不對 都久坐 因為久坐對現在影響是全方位的 現在講說頭昏腦脹有沒有 然後頸椎頸繃 然後肩背痠痛 阿嬤滑怎麼樣 阿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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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循環系統會受影響 對 整體道 所以這個就代謝症候群的 一些症狀來 是不是 你還會有一些精神的問題 你會影響到睡眠 你可能會有一些睡不好的症狀 那接下來的三高 或者是一些體力不濟 或者是一些精神狀況都會出現的 甚至內分泌失調停經都會有 就是六個小時 久坐六小時 短命22分鐘 這可怕 不過那個已化得剛剛好 它的坐姿不正確 如果坐姿正確的話 可能稍微縮小一點 好一點 這是怎麼樣 要扭下去 是怎麼樣 很多一坐 坐到後來就會越坐越滑 所以這是很不好的姿勢 因為你姿勢不好 會更容易刷那種 健康影響更大 這是正一點還是不要久坐 因為現在人 我碰過一個病人說 我每天做運動一個小時 還是這裡算那裡通問題很多 因為他坐十個鐘頭 下班才去運動一小時 那這個十個鐘頭就不行 這十個鐘頭應該我們剛剛講 學時學地快快樂樂做運動 所以你這個十個鐘頭 中間就要穿插一下 我們今天節目就鼓勵大家 學時學地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做運動 就是我們可以偷時間 來擋腳擋手對不對 要怎麼擋腳擋手 但是除了剛剛菅老師 一開始就點出了這個問題 椅子殺人世界 我還看到一個問題 這除了椅子之外 你嘴巴呢 又吃很多東西 對不對 有時候領久坐 對不對 有時候零食不斷 嘴巴停不了 對 停不了 那是對健康來講 很多人看電影一定要配 那個爆米花之類的對不對 一樣很多人看電視 各位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看你的茶雞上面 有沒有零食 有喔 邊看電視邊吃 其實這個不太好 還有飲料 對 因為你久坐的時候 你坐著你的心塵帶去就低 你的心肺活量是比較下降的 那你又增加熱量的攝取 可想而知 這個對身體的負擔 一定是加倍的增加 好 所以呢 觀眾朋友 你看電視可以這樣看電視 可以就這樣子看電視 又在運動 又在看電視 老師看起來 姐姐 你這深蹲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不然你這深蹲是高難度的 好 我們現在帶大家擋腳擋手 老師今天有八招對不對 好 八招怎麼樣來 應該說應該是對抗這個 久坐不動的問題 沒有 這八招都是很小的動作 就坐在椅子上 或者很簡單 比如說你坐在那邊 有時候你就稍微轉轉頭 對 所以第一招是轉頭 轉頭 或者洗臉 因為有時候當然化妝 不方便洗臉 但是我是覺得 鼓勵大家上班 有時候去上廁所洗手 洗完以後臉部搓一搓 繞一繞 你這樣眼睛也順便休息一下 因為久坐看電視 看電螢幕 有時候一樣眼睛也不好 所以眼睛閉起來一下 輕輕的臉部做一點按摩也很好 這個是鬆緊 這個就是有很多人說 你有沒有辦法摸到這邊耳朵 這邊摸到這邊耳朵 之前流行是這樣子摸到這邊來 炫富 炫富 這個是招財貓 招財貓 有沒有 兩邊這樣 這動作看板一下 再給我學一下 就是手 右手摸到左耳 左手摸到右耳 兩邊摸到耳朵還可以這樣動一動 會有人摸不到嗎 有 五十字肩的人 五十字肩連手都舉不起來了 五十字肩都摸不到 所以你多做肩膀會比較靈活一點 好 鬆緊 這個是拉肩也是一樣 拉肩是右手搭左肩 然後再推一下 這是拉肩 這是拉肩 這是推 這樣推 這樣伸展肩膀的後半天 你的抓癢才抓得到 抓癢抓不到 抓不到 那個抓不到 那個背後 洗澡夏天的時候 穿肉背妝 很多小姐後面有一團黑黑的 因為洗澡都洗不到那個地方 真的嗎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穿肉背妝 你看背後一團黑黑的 你都有在黑黑的 所以洗澡要能夠插得到 有沒有 所以這個要有時間的時候 偷時間的時候就拉肩一下 我們剛剛說椅子殺人事件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上班的時候 這是動手對不對 現在要動腳 有人上班就坐在那裡 一坐坐坐不動 那坐久以後 就有一些問題在 解釋不用椅子 老師欠了解 椅子拿過來的時候 你坐在辦公室的時候 你就可以伸...有沒有 伸膝動懷 轉膝懷是不是 對 往上踩 這個腳踝動大一點 同時可以練骨四頭肌的力量 就是骨四頭肌 對 然後小腿用力到 大腿用力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其實捷老師做這麼輕鬆 他要吸腹夾腿 而且身體不能往後仰 不然你用力就不是骨四頭肌 而是你的腰椎 但另外呢 臀部 我們很多做久肚子會做越大 屁股會做越大 所以要鼓勵大家 縮腹提臀透氣量 透氣量 就是肚子縮緊縮腹提臀 臀部提起來 讓它透透氣有沒有 讓它透透氣 要不然坐太久會悶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這個是提臀要透氣量 提臀透氣 這樣同時可以練腹肌 練腿肌 練臀肌 OK 我有時候鼓勵 你如果可以的話 還年輕的話 你上班的時候可以椅子先撤走 這樣子上班 好可怕 上班劈工 我們看東西血血 腿痠也要怎麼樣 再把椅子拉進來 我覺得有危險性 真的嗎 這個 這要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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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年輕的話就可以 這個的話可以練下盤的力量 所以縮悟提臀 這是一個方法 老師 那另外呢 老師等一下 我要打岔 那你這樣會不會蘿蔔腿 我女生怕蘿蔔腿 其實不會 你做這個動作的話不會 不是啊 你這樣子 蹲著會不會 因為你一直去用單一個方向 你是提腳尖 然後你這樣是放鬆它 反而比較不會有蘿蔔腿 對 OK 蘿蔔腿的話 你有時候多做點按摩 以後我們再來談這些問題 你還會治療蘿蔔腿喔 還有呢 最至少 至少鼓勵大家生染藥 好 生染藥是一個最基本的運動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是本能 悶久以後就 會生染藥有沒有 這是一個本 但是我們不要等本 平常半工半一半 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好 這樣動一動 有沒有 動一動 讓你的脊椎挺起來 胸打開 手舉高 這就很簡單運動 愛哈記喔 對 可是這個地方 不是 老師 有配合呼吸是最好的 對 配合呼吸喔 所以愛哈記 愛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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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肚子要吐出來 對 吐 放下來 也是一個方法 那老師哈記不是這樣 不是吸吐喔 哈記是 這樣可以嗎 也是要先吸 先把這個腹 腹是呼吸 先把肚子吸 吸飽然後整個把它吐 所以你的哈記 是不是我們講累的哈記 是你要用 不是他 哈記的時候是把嘴巴 可以撐得越開 臉部的肌肉順便運動到 對 同時大聲叫的話 其他辦過去的人都聽得到 不行 讓他吵到人家了 老師你叫這個 你上班上班 他就把他嚇壞了 蠻不錯的 老師 這個是到山上去可以 不是 你這是施喉公 或是我們上去教大家 笑笑公 笑笑公 開過一陣子很緊張的時候 來一下 不過我是建議 有時候不一定要出聲音 對 可以嚇人 不要懸吟 對 老師要用 把吐氣出出去 然後這個肌肉同時收收 塗乾淨 塗乾淨 那還有手指也可以動一動 對 手指怎麼動 發鼠打電腦 那個動久了以後手會僵僵的 對 所以平常就好像彈鋼琴一樣 對 動一動 繞一繞 這叫蓮花指 是 這叫蓮花指 魔幻手 老師 土療香的彈指 是什麼彈指 你知道嗎 不是 他不是都放在鼻子 在旁邊 是嗎 我忘記了 這跟年代有關係 彈指是用這個指頭 它是用彈指 這個彈 但是我一次就可以這樣 舞根輪流的彈出去 要什麼去嗎 我不會 老師你會嗎 這個是有12345 你看 五四三二一 我一次五四三二一 不會 我都一次就舞姿出去 一次舞姿可以 可以嗎 沒有看到 蓮花 有凍就好 這叫五指蓮花 可以啦 其實只要動一動 繞一繞 轉一轉就可以 可以 還有我剛剛 還以為是手什麼 是因為我拿腳本的關係 會嚇我一跳 所以老師這個是八招對不對 這八招是 坐著就可以簡單的做一個 好 老師倒是有一個 提臀 提臀的話 這有一個重點來了 觀眾朋友請注意聽 這個 什麼是梨狀肌症候群 很多人是在口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很深的地方 好痠好痠有沒有 走路這個痛 捏也不對 陰陰壓 在比較深層的地方 那也有肌肉的梨狀肌 是我們的坐骨神經 那個腰從神經出來 又會整成坐骨神經 會經過那個肌肉 經過這條肌肉 那這條肌肉 老師在看這個圖 這看圖比較清楚 對 這個地方 這個肌肉在這裡 神經經過這個肌肉 那如果說這個肌肉很緊的話 就會夾到神經 所以造成坐骨神經痛 延伸下來到大腿後側 小腿一直到腳底 會從這裡一直痛到這邊 對 你看久坐愛翹腳 總是坐鞋椅 或者是經常蹲著的人 容易患梨狀肌症候 鼓勵大家 有時候可以做一點伸展 這樣子慢慢往前伸展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你試試看 你腳這樣彎起來 身體往前伸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 好緊好痠 所以這樣有拉到 這樣是對的是不是 這樣就是伸展到 因為這翹起來以後 把這個肌肉拉長了以後 伸展它 放鬆伸展 放鬆伸展 就可以達到 好 維亞老師 要借一下道具 我借一下你的道具 其實剛剛講的這個 離狀肌的這個肌肉 就是從我們所謂的肩骨這邊 連到我們這個 骨骨大轉子的一塊肌肉 所以我們這個骨頭 被分成離狀肌上孔跟下孔 神經從下孔出來的時候 會被這個肌肉壓到 所以你做久的時候 這個肌肉就會壓破神經 那你壓久了這神經就會麻 它麻到腳底會痠臟腫痛 所以這個肌肉 讓它實實的放鬆 就不會壓到這條神經了 所以不要長 沒事 要翹腳久坐 好 現在大家也又要更注意聽了 我們送好書給大家 所以簡老師請出題 好 我這個題目是 看電視長知識 所以愛翹腳的人 會容易罵什麼症候群 真是太簡單了 好 剛剛如果您能注意聽的話 趕快的把這個答案寫在我們的FB 就是三星新聞網站上面 我們就隨機抽樣 送給您老師 就是簡老師的書 就這一招痠痛立刻消 緊接著我們的溫雅老師 要上場了 溫雅老師今天告訴我們 也是八招的方法 其實我們講手指連心 手的這個內障 反映到我們身體所有的器官 全部在我們一個手掌可以看到 先教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右手舉出來 舉左手舉出來 對 就是對應這個圖 我們是頭下腳上 所以下面是我們的頸椎心臟 然後下面是我們排泄的器官 這是我們手掌對應 我們身體的上斧在裡面 那我們的大拇指跟我們的小指 對應的是我們的上肢 我們的手掌上臂 那第二指 第四指 其實就是對應我們的大小腿 下肢的部分 那中間這個就是脖子 那知道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比方說你腸胃不適的時候 按哪裡 就可以按知道說 大概 在哪一個區域 在哪一個區域 對 就在這個地方 老師所以左手跟右手 反射去的話幾乎是 幾乎是相對的 相對的 相同的嘛 相同但是男左女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右手 這邊是右手的話 它是有這個 子宮的這個脹氣在裡面 好 這女生 那左手這個男生的射護線 就在這個中指的根部的位置 對 泌尿系統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所以男生可以經常按壓 你的左手的這個根部 可以保健你的前列腺 預防射護腺癌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 我們這個手的反射區 對 然後知道哪個地方 對 不舒服就按哪個地方 那麼柔對這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這是八大病症 是我們現代人 很容易出現的 對 相關主一定會有 這個血壓不穩的問題 因為你可能會睡不好 或是外食吃太鹹 血壓會有高低 這個高血壓就是要請 我們的阿托伯 一定要看這一集 因為最近這股市 潑痛太大 真的 綠油油的 會不會說 我現在頭很痛 他只要一動腦 會壓就升到100倍 很危險 所以阿托伯 待會兒我們的溫陽老師 告訴你 要刺頭的 慢慢地穩定下來 好 高血壓 再來高血脂 高血脂跟我們這種 久坐不動 然後又吃東西 有時候你是吃太多的水果 想說水果很清淡 結果這個糖分一樣 會造成我們的三酸甘油脂增加 所以這高血脂 是現代人的通病 所以這時候 我們動一下手指頭 揉揉手 不要去動鍵盤 我們動我們的手 就可以來舒緩 先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呢 好 三餐在外吃的血壓都飆高 高血壓或者說 這個看盤也看得很緊張 血壓一壓起來 就跟著它波動 對 其實像高血壓的穴道 都是在我們的手的這個 比較偏手腕的這個部分 是是是 對 像這個介紹的大鱗穴 它就是在我們的腕很穩的 正中央的這個點 我們可以把手握拳之後 會發現有一個凹窩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的大鱗穴 真的 是 如果平常血壓夠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我們來長姿勢 就在大概這個點左右 對 這個位置 對 碗痕穴的正中點 因為它這邊是屬於我們 心包的穴道 是 那神門這個是比較靠近 我們小指側 也是在碗痕穴的側邊 是 對 所以一般我們在按壓 這個高血壓的穴道的按法 是這樣 我們會用我們的右手 環住我們左手的根部 然後整個這樣子左右去揉按它 所以你就可以按到這個地方 對 就可以按到我們的大鱗穴 以及神門穴 而且就算你取穴沒這麼標準 可是你環著的時候 它其實整圈都刺激到了 所以就可以讓你的血壓比較平穩一點 所以這樣子環狀握 就是手握住之後 就我們台語講一減二股 一減二股 沒拿 減四股 阿祖伯 你要學起來 這很簡單 但是我們的檢導師 你覺得那個問題 是不是 這招應該是沒有 老師應該是沒有 老師血壓應該會非常穩定 對 健康 然後穩定都保持在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那稍微高一點點 一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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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說一百六 怎麼會更靈性 我本來還想說 很標準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好 老師沒有這個問題 那高鞋子老師有這個問題 但是現代人通病之一 那應該按哪裡呢 我們等一下告訴您 夏天 盛產另一個水果呢 就是火龍果 那火龍果有白色跟紅色 那大家知道現在呢 就是說如果含黃金素越高的話 它抗氧化 抗老化 這都是非常的棒 所以呢 我最喜歡的當然就是這個紅色的 而且它還可以當天然的色素 那大家都認為火龍果是不是很良 吃了會通便 那其實火龍果不是 它是性肝胃平 而且呢 它不但只有高纖維 而且呢 多種維生素之外 它還有豐富的這個蛋白質 所以呢 而且是低熱量喔 非常適合於瘦身 那特別呢 是對於預防這個大腸癌 我們知道癌症現在是第一位 所以呢 它對於這個通便 可以把糞便 就是說我們腸胃道裡面的毒素 我們可以排除出去 而且這紅色呢 而多濕呢 還可以補血喔 可以通便 可以解毒 可以排毒 可以預防大腸癌 我